马龙发球 这是左手我拍 横我球板 弧圈球结合快攻 因为朝鲜队现在的很多队员 都参加一些中国的假A俱乐部比赛 对他们也是开始慢慢断起 特别当了中国平凡就队的队长 龙队 龙队长 这个时候他调身鹤发球 因为你要看嘛 找在新的老队员嘛 拿成绩的队员也是 漂亮 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去朝鲜队练过一次 冬天 漂亮 漂亮 好球 所以马龙你看打 只有你个人没法打 就后边基本的打成表演赛 因为他这个发球你觉得有什么特别 要赛一赛 好球 在一个可能细节上抠的套路上不够严谨 平时训练 作为国际的A级赛事亚洲紧别赛 也是新的周期第一个国际重要赛事 他作为南队的五个报名之一 就是马龙 许新 张继柯 加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 而且现在呢是45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日子 不容忽视 现在这个年轻的力量 衔接的非常好 比如说后边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选手 现在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抢班夺秒 应该叫 抢班夺拳 现在武器 更加鼓舞这个在场上的运动员比赛 这场也严谨一些现在 球的发球质量要大一些 你看他发球质量 漂亮 你看这个上弦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拧拉的时候旋转弱 对 好的 你看吧 旋转质量没那么高 我这时候第二把衔接就有机会 明白 这弱点是不同的 好 所以手法也不一样 漂亮 粉丝团队基本上每次出来比赛都会跟着 聘请了这个邓亚平 刘伟 还有在北京呢 同时呢 也有这个嘉宾呢 给大家做 演播室的评论 共同呢 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谁 而且能看到不同角度 不同角度 像马龙 他身后的情况 对 是吧 他侧面的情况 好 马龙呢 他今后来三个 感谢观看